众半截命啊 小凯们 红尘跟小叶有可能不是情侣 而是兄妹 哈喽大家好 我是球姐姐 看你们所有的一伙 收到一个粉丝的投稿 说实话是挺有趣的 他是这么说到的 球姐可以揭秘红尘和小叶吗 红尘的视频里只有爸爸出现 小叶视频里只有妈妈出现 他们是兄妹吗 好家伙 这一下来的操作呢 不就是乱伦吗 那么小叶跟红尘 到底是不是兄妹呢 我们需要知道呀 小叶和红尘的视频类型呢 就是剧本类类型 竟然是剧本类型的呀 那么的话就代表是需要演员 竟然是演员呢 就代表呢一切都是在演 所有的人呢都是虚拟人设 就连小叶和红尘都是虚拟人设 就好像大家每天看到偶尚剧呢 他们男女组织在一起呢 并不是他们现实生活中 而是剧本需要才会在一起 简单来说呢都是在演戏 其他粉丝说呢 是疑点在父母的身上 那么二号不送 我们去看小叶的妈妈 好像有原来了 哎呀你来了 这么大的人还要别人给你洗头 没事的阿姨 那么如此呢 我们把焦点放在小叶妈妈身上 不过无论如何 看小叶妈妈的身体呢 看着就像一个男了 这个呢很大可能呢 是亲爱的演员 那么二号不送 我们现在看红尘的爸爸 大家必须详细看啊 这个是我千辛万苦 找到的两个红尘爸爸视频 我们现在看第一部 从视频中呢 我们可以看红尘爸爸呢 是挺年轻的 留着一个短发 那么二号不送 我们来看第二部视频 爸妈 你又怎么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第二个视频 红尘的爸爸呢 跟上一个视频的爸爸呢 寸实是两个人 无论一个是短发 还有一个是长发呢 另外呢 他们身材呢 也是不一样的 第一部视频呢 是偏瘦的 第二个的话是偏肥的 如此可见的 这寸实是两个人 如此可见的 红尘和小叶里视频的人呢 都是演员 所以呀 红尘跟小叶的关系 到底是不是情侣呢 这无缘得知 毕竟呢 这一切都是剧本中的剧本 因为红尘和小叶 在现实中是什么关系呢 那么就只要 他们自己知道 无缘得知呀 当然 营物节小凯们 觉得红尘和小叶 现实生活中 有可能是姐妹吗 或者是兄妹呢 欢迎在评论区的留言 投论哟 关注囚解 带你了解 事情背后真正的真相